当桃园庆军的绘画展览时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 桃园庆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 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 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 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领 要自念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分人确实很有些苦闷 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 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熄来 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沉的桎固里 于是觉醒 增长 反叛 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 我要范围说的小一点 文艺事业 唐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 做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 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 已经对于自然反叛 将自然割裂 改造了 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 想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 领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 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 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 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 这往往使我们误解 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固里 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 则震惊我们的耳目 又往往不能不敢服 但是我们是迟暮了 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 于是有时就不过静谨接收 又成了一种可敬的神外的新桎固 桃园庆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固的 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 而又并未故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的极少 关于文字的事较为流心些 就如白话 从中更就是所谓欧化语体来说吧 有人赤道 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 鼻梁不高啊 诚然 这教训是严厉的 但是皮肤一白 鼻梁一高 他用的大概是欧文 不是欧化语体了 正为其皮不白 鼻不高 而偏要低喝马泥 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低字 这才是为是诟病的 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 来比拟桃园庆军的绘画 意思旨在说 他并非知乎折掩 因为用的新的形和新的色 而又不是yes no 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 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 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绿智尺 或清朝的营造尺 因为他又已经是现金的人 我想 必须用存在于现金 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心里的尺来量 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1927年12月13日 鲁迅 于上海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2月19日 上海时事新报复刊 清光 最后发表于1927年12月19日 2014年11月19日 城市新报复刊 在下海时事新报复刊 下海时事新报复刊 在下海时事新报复刊 在下海时事新报复刊 上海时事新报复刊